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公布的4月份的数据了 所以基本上这些数据就会定掉5月份连准费 是否要进行最后一次升息的关键 今天就来跟投资朋友分享 如果5月份真的是升息周期的最后一个回升 那原因是什么 那在5月份以后市场的交易主基调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事实上我们先来观察一下通膨数据 其实这一次通膨率下行到年增率5% 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值是来自于能源资产板块 我们看到绿色局块 这一次能源资产已经进入到完全负增长区间 对于通膨有显著的副作用 而我们看到的红色区块 比如说商品价格 像是3C电子产品的叠价槽也是特别显著的 那至于在黄色区块 食品价格 虽然我们看到今年好像第一季度 市场的价格还是居高不下 但至少也在缩载当中 而事实上全球目前在通膨能源僵固性 核心通膨上还是有比较显著的原因 来自于我们看到蓝色区块 也就是服务核心通膨的部分 这部分由于僵固性极其高 我们也跟投资品有聊过 它的最大权重是租金 第二大权重基本上就属于工资部门 所以除非租金水平和工资部门 有显著的降温作用 要不然核心通膨基本上在未来几个季度 仍然具有强烈的僵固性 让市场上联总会也非常尴尬 一件事情是联总会的升级政策 很有可能对于目前的核心通膨 没有太大的压制作用 第二点是衰退 基本上预估在美国 今年二季度到三季度就会发生 所以如果货币政策的转捩点 想要开始做一个转折 那最好是在二季度到三季度开始转折 但是核心通膨真的能 如我们所预估的下行力度来得这么快吗 我们来观察一下另外一份图表 从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目前我们看到市平价格 其实从2022年中旬开始 就有同比下弯的现象 那包括我们看到的 像是其他能源资产价格 也在显著的下跌 可是以核心通膨当中 最大群重的住所CPI 也就是租金部门 目前还在一个上行阶段 所以大宗资产都在下跌 我们看得很清楚 今年以来大宗资产从高点已经跌幅 接近有三成七了 所以大宗资产基本上下行空间已经确认 但是核心通膨的部分 我们就要观察一下租金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了 那即便如此 我个人还是认为了 今年5月份很有可能是本轮联总会最后一次升息周期 原因是因为按照目前联总会的升息步调 第一它还没有造成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但是已经有一点紧绷了 那第二点是来自于我们看到很清楚 基本上劳动力市场的强劲情况在过去几个月也有缓解的现象 那更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观察到基本上联总会在过去以往停止升息周期的关键 往往取决于基准利率跟CPI之间的关系 过去什么时候联总会停止升息呢 通常就是基准利率比通膨率还要来得高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原因很简单啊 当基准利率比CPI来得高 就代表着你把资金投放在银行里面领到的定存的利息 已经比通膨上涨的速度还来得快 这个时候就基本上达到它的紧收目标了 你说那为什么不等到CPI已经正式滑落到2% 再来停止升息呢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联总会的政策效果 它往往具有长时间的滞后效果 也就是当它升息 一直到市场上进行消费紧收的那一刻 时间线拉得很长 比如说当联总会宣布第一次升息的时候 你可能无感啊 但是一直升到5% 你才感觉到李箱好像现在打电话 催你来买美元保单 原因就是因为整条时间传统链很长 时间甚至可以长达一年到两年 所以通常不会来到真实达到2%的通膨目标 才来停止升息 往往只要你把钱存到银行里面拿到了利息 大于通膨的时候 它就可以逐步来到尾身 那我们根据过去几次的经验 这样子表示过去几次升息周期 最后一次宣布升息 当下的通膨和基准利率的对照值 那我们看得很清楚 2018年12月19号 当时的基准利率在2.5% 通膨率下行到2.2% 06年是5.3和4.2 基本上包括89年 84年 81年 74年 每一期基准利率都会比通膨利率来得高的时候 基本上就暂时达到它的停止升息周期了 好了 那刚才拉回来 现在的通膨率是多少 年增率是5个percent 现在的基准利率是多少 是5个percent 所以它没有立即要停止升息 但是它可以等5月升完息之后 看一下通膨是否有显著下行 至少第一步的死亡交叉已经出现 基准利率在5月份高于通膨率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加上4月5月按照基息效果 通膨虽然不至于下行太快 但是应该还是会缓慢的往下来做前进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完全基准利率跟CPI的死亡交叉现象 就有可能会发生 好了 但是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们也要反面过来看 就算它停止升息 那有没有可能 不止这个时候没通膨了反而进入通缩呢 因为可能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可能性也不是特别高 我反而认为今年仍然是属于这种 我们讲的金法美女经济 就讲的gold lady 就市场上的经济可能是属于这种不温不乐也不冷的这种情况 原因是因为劳动力市场正在面临百年一见的就业市场的改革现象 刚才我们聊到的很多讯息是通膨没有这么高了 但是核心通膨还是有点高 只不过呢 它也大概要达到升息周期尾声的条件了 但是为什么我说就算它达到这个条件 经济也这个时候也不会进入到通缩呢 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强劲 我们观察图表各位就可以理解了 这一次美国所公布的职位空缺数 大概有990万个 那美国的失业人口数大概是590万 所以相减之下 还有400万分工作是找不到人来做的 如果我们把职位空缺数 去除以我们所看到的失业人口 答案是1.67倍 也就是一个失业者 大概有1.67分工作是可以选择来做的 那为什么劳动力市场目前仍然是处于高度急缺的现象呢 过去我们看到 通常职位空缺数除于失业人口 顶多在18019年 就是保持在1.4倍左右 现在为什么跑到了1.67倍呢 一个最直观的原因 那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可以观察到 其实美国这一次的疫情 第一是死亡人口很多 死亡人口直接造成了大量的劳动力市区 我们可以观察这张图表 是美国当前各大郡当中的人口的减少力度 你可以发现基本上有七成左右的地区 人口都是大幅及收缩的 而且都是一些重要的我们讲的劳动力损分 或者一些南部城市 那这些其实跟共和党票商有点重叠了 那很有可能是跟疫苗的施打是有关系的 这有些人可能比较少打疫苗 可能当地区的死亡率比较高一点 这是一个可能性的解读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内陆州 这个人口移出的速度也在不断地增加当中 那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人均寿命 至少来看过去两年是有非常显富的下行迹象 所以第一个原因是属于死亡人口 那第二个原因也很简单 是属于我们过去所看到的大幅的退休潮现象 我们都很清楚 这一波美国迎来了史上最大退休潮 退休规模大概有400到500万人 那这一波退休潮的原因也很简单 第一是资产价格分配 很多人提前达到自己的财富退休计划 那第二点是很多人因为这场疫情 看淡人生 所以你看得很清楚 最近美国的曼卡顿或者旧金山的湾区 房价都在见顶下湾 但是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 房价却是持续上涨两成 这说明有大量的退休人口 正在移入到我们讲的退休程序当中 那第三点就是美国的移民限制 从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 川普其实限制了一系列的移民规定 有上百万人目前是无法拿到顺利签证的 包括从拜登以后 由于疫情的关系 签证也几乎是停发的状态 所以由于种种结构性原因 我们看到美国目前劳动力 是处于史无前例的 劳动力需缺的情况 可是你说不对啊 那美国科技业不是从去年以来 就不断在财源当中吗 那为什么这些财源现象 并没有影响到美国的就业结构呢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图表 第一件事情是科技业财源人数大概 矽谷总财源人数是20万到30万人 但是刚才美国职位空缺是990万个 这说明一件事情 科技业的职位空缺本来就是少数 所以科技业财了很多人 它不会影响到整个美国服务业的变化 就好像鸿海宣布财源20万人 那台湾会财掉20万人吗 不会 它是财掉中国大幕的 我们讲的富士康的这些组装工和员工 所以受到影响的程度没有这么大 那第二点科技业我们看得更像是一种 军职回归的态势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四张图表 是美国几大科技国的人工总数 那我们看得很清楚 脸书在18年的员工总数是3.6万人 到22年就已经来到8.7万人了 翻了1.4倍 你说在23年它才个1万人左右 很多吗 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个适度过度招募之后的 军职回归 Google母公司阿巴贝 它的18年的总员工人数是9.9万人 在22年来到18.7万人 也翻了接近一倍 但是在23年它裁员才了1.2万人 裁员人数多吗 跟它过去招募的人数比较起来 老实说是九牛一毛 也就是说这些科技业的裁员人数 跟过去的招募人数来看 它顶多就是一个过度招募之后的均词微调 并不是非常严峻的迹象战 所以我们有时候观察这些就位数据 还是要放大到宏观的讯息 不能用一个单一的新闻消息 来判断美国就业市场如此之糟 事实上就连台湾目前的就业市场 都没有极度的疲惫 目前台湾在服务业 还是处于极度缺供的情况 所以在种种迹象底下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目前美国的劳动力市场 它一方面让核心通膨下潜的速度变慢 因为工资水平没那么容易跌 还在缺供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其实美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强劲 会让美国二季度到三季度 进入到重度衰退的可能性是不高的 这个就是今年美国股市有可能的情况 就是不温不火 慢慢在怀疑中成长的这种态势 当然市场上 如果这些讯息 比如说通膨即将达标 联赢总会的升级周期 政策即将暂停 那也隐含着总金盘 对于全球的股市影响力度 情绪层面是慢慢减弱的 那现在四月份空装期 现在也来不及公布飞龙 也来不及公布就业数据 也来不及公布通膨率 来影响五月初的FOMC 因为这些数据公布是五月中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基本上四月份整体的行情 它就取决于 现在正在开跑的财报季 我们都很清楚 上周金融股财报已经全部开出来了 你虽然看到我们从图表上 不管是美银 小摩 还是富国 目前我们看到的存款余额都在不断的下滑当中 我们从图表上是看得出非常显著的下滑的 但问题在于中小型银行到目前为止 第一 资金不断的把资金从中小型银行 外流到大银行当中 那第二点 小型银行 它其实占了整体全美的 不管是商业不动产 还是消费贷款 还是商业贷款 幅度大概都已经来到一半以上 这代表着中小型银行 这一波的资金外逃并没有引起中大型的银行的资金的逃窜 反而中小型银行到目前为止 受到FDIC的保护 现金流并没有再持续的爆发 所以基本上而言 金融股这一次的财报 居然是优于预期剧多 这也蛮令我意外的 但不管如何 市场现在预估 整体二季度到三季度是消费之为疲惫的季度 所以这段时间它就会有不断的利空来释出 但是股市的涨跌 它不取决于这些利空单纯的绝对好坏 它取决于这些利空跟先前者预估值当中的落差 我们过去跟投资片有提过 股市的涨跌不来自于绝对讯息的好坏 而来自于相对讯息的落差 我市场上本来对于一季度的财报 就已经接近EPS下滑了6%的预估值了 所以只要财报没那么坏 股市就有几率上涨 而事实上我反倒非常有大的几率认为 可能一季度到二季度 是美国标普白指数EPS最差的时刻 那二季度到三季度 才是市场内需消费最为差劲的时刻 我们不能把美国标普白指数的EPS 拿来跟民间消费直接挂钩 为什么 因为标普白指数有一半的因素是来自于海外 所以海外的市场有些会提前复苏 但是美国的内需市场 它通常是落后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 所以你观察到有趣的现象 美国明明二季度到三季度 才是最为差劲的GDP表现 可是美国现在在一季度的EPS 很有可能就会已经见底的情况 二季度三季度就开始上万 那为什么说二三季度 可能从年增率表现也不是特别好呢 因为去年的二三季度 基期很高啊 你基期一高 二季度的表现就没办法 从年增率上有多亮丽的表现 它是一个相对词 所以我反倒会认为 美国股市基本面很有可能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了 而美国经济最坏的情况 大概是二季度到三季度有所发生 而股市它早就已经反映完这种走皮期 它反映更多的事情是 我们看到在第四季的复苏期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放长远一点的眼光 接下来就是利空不断 但是只要利空没有比想象中来的差几 股市就有可能在半性半年中成长 事实上我们从最近 不管是美国这些投行的报告 还是从市场上的情绪来看 普遍还是悲观居多 不管是台北股市 目前追加意愿偏弱 小台呢 基本上还是看空居多 就算有一些多头进入市场 也是以贵买中小型股 打带跑 也不想要做一个中长期绪报 在这种状态底下 股市我认为了 情绪面还是以一个怀疑的状态 这个是我的观察点 那我们股市有句老话 行情总在悲观中诞生 在半性半盈中成长 在乐观中破灭 那我更相信 现在是一个半性半盈的过程 市场没有绝对的乐观 当然没有到绝对的悲观 但是市场一直在怀疑这些数据 而怀疑这些数据的同时 筹码就是干净的 股市就持续有一个 缓步的推升空间 一直到市场上 针对这些讯息 可能在二季度三季度 终于有好准的现象 才会引来一个相对大的回调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 如果投资朋友有更多的兴趣 感情想法 也欢迎各位可以订阅我们频道 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 财经号的再相见 拜拜